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呢 推出了新的系列 叫做黑心銀行系列 那當然這個不可諱言喔 其實我們也是受到這個Sway老師的影響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寶可夢在這個裡 才知道有一個這個新的節目嘛 就是在這上面的 那其實我們五個主持人的風格都不一樣 那我發現呢 其實我們的講房地產的Sway老師 他其實都還是蠻敢言的齁 我就在思考說 其實像房地產這一塊呢 他可以講得非常的好 而且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這些廠商或者是這個 建商不讓你知道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自己的專長 讓大家來知道 銀行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情呢 所以我決定呢 就是做一系列 就是所謂的黑心銀行系列 能夠讓你知道 這個金融產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它的Megout在哪裡 是不是有一些陷阱藏在裡面 這也是我成立這個系列最主要的原因 也希望你會喜歡我們 就是直言感言講真話的這個系列 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先幫我分享出去 我們在今天來看主題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看我們這邊就知道 今天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剖析的案例是 HSBC運籌理財萬能戶 這個戶頭小資主可以開嗎 它是不是有一些暗藏的陷阱在裡面 是廣告不跟你講的 這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 帳戶剖析給你看 第二個 如果你有100萬 你應該要存在哪裡 回饋最高 第三個 什麼是好的數位帳戶 我們來探討一下 是不是這些銀行都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 這個我們的痛點都已經達到了嗎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在這一塊上面 都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銀行不要只是光想著賺錢 先想著服務消費者 先讓利 你才能夠有所成就好嗎 這些銀行就是 一天到晚只想著賺錢 想瘋了 太誇張了 好來 我們今天來講第一個重點 就是HSBC的 匯豐運籌理財萬能物 這也是銀行最害怕的 然後有一個人敢出來講真話 其他人就 對不對 你就知道了 好來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 你最近如果在滑FB 你會發現他會很誇張 很瘋狂的一直在跑這個廣告 那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四 應該是大概9月初左右 其實 就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是 這個 呃 他的這個廣告一出來 我就立馬去研究了 我發現說他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耶 那我是單純的寫一篇貼文分享而已 只是沒有想到說隔天 呃 這個 所有的媒體記者都去採訪 然後就狂發新聞稿 我就覺得說 哇這也太誇張了吧 就是呃 除此之外就開始下廣告了 那你會發現他現在的廣告 可能被按讚的數還不多 但是呢 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到底有多少問題 我們今天來看就知道 然後 呃現在先來他的官方網站 因為所有的資訊 一切是以官網講的為主 那麼你在這邊看你就會知道說 到底這個產品有沒有問題 看來就知道 運籌理財萬能戶有四個主要的亮點 他這邊有寫到 就是投資引擎招財器 這個部分呢 他說最低多少 呃在海外的話呢 是0.3%就可以下單了 這個是真的嗎 第二個是活存利率最高給你1.2 這是不是有陷阱 那第三的話 日常優惠跟新戶開碼的加碼 我們一續來講 第一個就是這個投資引擎的招財器 他跟你講說 呃你只要一個賬戶 你就可以做台幣外幣 然後證券戶都可以開 然後呢 呃到底有沒有什麼優惠 他說 投資股票 ETF網路下單最低0.3 那你知道這個0.3需要符合多少的條件 你才能夠就是拿到最低的這個手續費嗎 那再來的話呢 他說優惠最高給你50美金 那你第一次操作給你回歸之後 第二次第三次是不是就要回復原本的收費標準了 所以我們的投資其實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 狀況 他只優惠你第一次 他又不是永遠都優惠 那這樣子 划算嗎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他們宣傳的重點 我們就直接來破解 第一個 他說 你這個最低0.3呢 你必須要符合幾個條件 信號這邊有寫到 如果你的成交金額不足3萬美金 港幣25萬 或是人民幣25萬的話呢 你的交易手續費就是0.5% 也就是說 0.3是 你要比這個錢還要大 你才有可能去拿到的 如果低於這個錢 比如說你一次繳100美金 那就是3000塊台幣左右 那你會被收0.5% 所以你的交易成本其實不低喔 那他又寫到說 如果手續費優惠 沒有達到最低手續費的金額 那你才會被收錢 比如說最低是美金收30 港幣收250 或是人民幣收250 所以你知道了吧 你的低銷 一定要到某一個金額以上呢 才可以拿到這個所謂的 超過這個百分 就是30塊美金的低銷 喔對呀 這30塊真的有點高耶 好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 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喔 就是你隨便如果是小額買 就是0.5%啦 一定要大於就是3萬美金 也就是100萬 接近100萬台幣以上呢 你才有可能可以拿到0.3%的這個優惠 那麼他這邊所謂的優惠 等值50美元的這個活動呢 你必須要在有沒有 他這邊有寫到 交易金額如果是1萬美金 可以想要交易金額手續費折扣 就是50 50元 那麼他的50美金呢 將會全數退回 但是只有限一次 所以他這個活動的話呢 是因為新戶有活動 所以說才會特別在做這樣子 那你就會知道說 欸原來如此 就是 他其實都已經給你做得好好的 就是 你呢 最低就是一定要收0.5% 那再來的話呢 你 首次交易給你一些好康 但是第二次以後 不好意思沒有了 因為他這個活動就只回饋一次 因為 銀行總是要賺錢吧 所以你這部分他都沒有跟你講喔 你在開戶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哇我這個可以做這個所謂的美股交易 可以買美股ETF 多棒皆多棒 但是事實上 他的這個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這個 第二個優勢 看一下喔 這個 回去上一頁 來 這個 基金三折 基金三折 其實我覺得這個折扣還是不太OK 因為 你用一些什麼聚合買基金 或者是什麼 基附通 或者是一些網路上的這個 開戶的這個平台 先鋒基金 其實你的優惠其實有時候可以拿到更低的折扣 所以你在銀行買基金我覺得有時候都不是一個很划算的選擇 因為 就比較貴啊 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 活存也是大家最在乎的就是 1.2%到底要怎麼取得 他真的是錢放進去通通都是1.2%嗎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急劇表 你仔細看你就知道 新戶最高活存1.2% 然後 有給你最多九種必別的這個 所謂的優惠 那你來看一下喔 這邊了解更多點進去 你就會發現 哇 原來是這樣子的 就是50萬以內的話呢 給你0.01% 你可以看出是0 很少 那只有你放50萬到100萬的這個數字 可以拿到1.2 所以如果你放1.2的話呢 你這樣除下來平均也是0.6% 哇 你覺得這個數字是不是覺得有點熟悉 就這樣好像是我們的Bankit數位帳戶 Bankit數位帳戶開戶不用先存50萬 因為運籌理財這個萬能戶呢 他必須要放50萬你才能夠開戶 你放50萬開戶之後 你再多放的錢 才能夠拿到1.2%的高利活儲 那總共總共放了100萬 你拿到的平均高利活儲是0.6% 那你就開Bankit就好啦 你幹嘛去開這個戶頭 你現在這個戶頭 它還有一個所謂的存錢的最低消費 最低門檻 這是不是太奇怪了嗎 那你看到當你存得更高 它擺到100萬以上的話 又回到0.01% 這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你錢放再多 回饋都沒有 所以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嗎 現在大家要的就是高利活儲 但是它是給你限定某一個階梯的利率 50萬到100萬呢 可以給你100萬 可以給你1.2%的高利活儲 但是超過100萬的部分呢 它也是回到0.01% 就接近0 所以這個數字 你就會知道說 欸 這到底是 是在跟你玩文字遊戲嗎 如果你沒有回來官網 來看這個仔細的條文 你都會以為 傻傻被騙說 反正我錢放進去 100萬以內都是1.2% 沒有 平均起來是0.6% 所以這是它 最敢跳的地方 它在廣告裡面 當然不會跟你講 那它的各個不同的幣 也都是一樣的設計機制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 這個就是有點在欺負消費者 因為它都沒有把這個誠實的資訊揭露出來 它只是用廣告來吸引你進來看 所以這點你真的要特別注意 這是我看了之後我覺得不太OK的 提供給你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金融卡有30次的跨題轉優惠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呢 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拿來 玩這個所謂的Web ATM的活動 像日盛的或者是台新的 你有可能被點油做記憶 也就是說 太頻繁的做這種交易 來轉換成這個所謂的點數 換成刷卡金之類的行為 應該是會被禁止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適量的去使用 不然的話呢 一筆五塊錢的話 每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 30乘以50是150啦 所以一年下來的話是多少 150再乘以12是多少 我看一下 計算一下 150乘以12 9000喔 那還不少耶 不過你要特別注意 不見得是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每個月都交易30筆 然後去賺到這個回饋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環球VISA卡可以最多連結9種外幣 那你在提領外幣現召 跟刷卡交易手續費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從對應的帳單裡面 來做扣款 但是你要特別去注意喔 因為 他這個 我看一下 運籌理財戶 與國外匯豐ATM提款的時候 會收70 當月平均余額大於50萬 國外提款手續費會 下一個月會回去 所以他是屬於先後後退的這個情形 但是呢 他說大部分的情況是免收國外提款手續費 在某些國家 比如說阿根廷 法國巴西 希臘 馬爾他 墨西哥 紐西蘭 土耳其 還是會被依當地的規定收取喔 所以你要是要特別去注意喔 就是這個費用的部分 其實在各個國家是隱忍而已的 所以寫得很好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梅梗 你要特別去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有講完了不好的地方之後 我們來聊聊說 可能還可以的 比如說新戶 然後首次開戶來解任務 最多可以再多拿1000 如果你有很多的閒的時間 而且你的錢 閒到不知道可以幹嘛的話 你可以來開戶 開戶之後你可以拿1000塊 這1000塊怎麼拿呢 他這邊有寫喔 有沒有 你可以第一個任務 就是犯50萬呢 可以拿500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完成開利數位帳戶 而且再上風險性評估再多拿200 那第三個就是 你如果有做等值外幣的話 會15萬以上可以再拿300 所以加起來就是多拿1000 不過呢 你這50萬如果只放在匯豐 他是沒有任何利息的 所以就是還蠻差的 但是如果你為了賺1000塊 你願意把你的50萬拿來這邊 就是稍微拉起來拉起來 然後再拿走 那也OK 但是你要是要特別注意喔 他這個戶頭如果開戶完之後 的一定時間內進行銷戶 是不是有可能會把你優惠收回去 你要去查這個條款 特別注意 那如果你是新卡友的話呢 你現在申請 匯豐現金回饋預期卡 再加上500刷卡金 那這500刷卡金到底要怎麼取得呢 你也可以按了解更多來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他以前是刷5000送500 這樣最簡單 但他現在不一樣喔 他現在要求你可能先認刷一筆 然後呢 這個 綁定什麼 LinePay跟接口來認刷兩筆 再拿200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還要再做這個所謂的 固定扣角入帳 你可能就是Spotify 一定要把這張卡片之類的 再多拿200 所以呢 這三個任務我個人覺得 都已經加大了這個 所謂的信用卡用戶 黏著在他們的產品使用上的 這個方向喔 他這個做的這個方向 其實沒有不好 只是說 對於我們單純只想解任務 只想拿好康的人來說 就很麻煩了 因為以前的話 可能就是10%回饋嘛 比如說你就是 在這個所謂的Foodpanda 或者是這個UberEats 裡面就直接刷5000塊 然後下個月能給你500 這樣就好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動作 你才能夠拿到這500 我個人覺得就變得比較麻煩一點了 那第三個話呢 他說新戶參加信用卡帳單 或信用貸款的自動扣角專案 可以再多拿500 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 你自己去衡量 你如果整套通通都要拿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拿到最高2000 剛剛有講到就是 開戶最高1000 然後信用卡新戶500 再加上這個自動扣角 再多500 所以最高總共就是拿到2000元的這個回饋 這怎麼有點像那個三倍振兴券的回饋 那現在三倍振兴券 所有的銀行都不完 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他這邊最後有一個簡單的 這個所謂的SUMM UP 就是所謂的SUMMARY 跟你講說如果你是在國內日常的話呢 你有每個月有30次的跨題轉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透過網銀就可以就是 安全登錄來輕鬆理財 這不是廢話嗎 那國際性的服務的話呢 就是 VSO卡 環球VISA金融卡 相由海外ATM提款免手續費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免國外匯入款的手續費 這一點我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這可能是這裡面 碩果僅存少數的亮點之一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本身在經營 這個所謂的Google AdSense 也就是說這個廣告收入 Google的廣告收入平台 比如說你在YouTube上面有收入 或者是你在這個寫部落格 那他每個月的話 Google都會給你一些廣告費用 那廣告費用之前可以用 系列匯款來收款 現在不行了 年底之後他就要改掉了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HSBC的為運籌理財萬能戶 來做收款的部分 你可以被節省這個 國外的這個所謂的 匯入款項被收錢的部分 這個是蠻特別的 或者是你有其他銀行的 財富管理的資格 那麼你在收款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節省一點費用 這個是他還不錯的亮點 但是呢這個開戶就算50萬 如果你沒有50萬的話 你就不能當YouTuber嗎 或者你就不能夠寫文章嗎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大家想要去 節省這個收錢的這個費用的時候 你可能也沒有多少選擇 那這個可能是目前市面上 一個很不錯的一個亮點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可能不見得 每個人都是YouTuber吧 所以這個優惠對你們來說 可能也沒什麼用 好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再來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往下 這個 網路銀行的環球轉帳 像美金有7美元 它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把你的錢轉到美國的銀行戶頭 前提是你在美國有開戶 那麼轉過去一次的成本是7塊美金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其實是蠻適合你做這個所謂的 把錢匯到國外進行投資 比如說你覺得國內銀行所提供的offer 這個你要做這個海外券商交易的成本太高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HSBC的這個匯款服務 你的成本就是只要7美金 那麼匯到國外的戶頭之後 再轉到美國券商的戶頭裡面去進行投資 你的成本是不是更低呢 因為剛剛有講到嘛 如果你要投資美股或者是美國ETF 它都會收0.5% 再加上最低低銷手續費美金好像是30 這些錢美金30到50 這個錢的部分你在國外的這個所謂的美國券商交易 你都不會被收取 但是這些就是銀行幫你提出這樣的服務 所以它要跟你收取這個費用 所以你也是要特別去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要降低你的投資成本 也許你可以利用這個戶頭把錢匯到美國去 你只要做好相互的兩邊的約定之後 錢匯進去再把它匯到這個美國券商 那的確是可以讓你省下更多的交易費用 匯款一次才7塊 但是你在台灣這邊每投資一次 你可能就要被收30到50美金 這個是差蠻多的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 這個還是有它的亮點 它的亮點是 你還是要把你的保護費50萬美金 壓在這個戶頭 不然的話低於這個戶頭 你會被收這個所謂的帳管費 還是有問題的 所以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自己一定要特別去看清楚 真的有興趣真的喜歡了 點下去自己開戶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沒有特別的做推薦 你喜歡你就開 不喜歡你就不要開 我們就誠實講就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誒 跑哪去了 我的這個 好 如果你有100萬你應該要存在哪裡 我相信這個應該也是大家就是 很想知道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大家在邁向財富 財富自由或是財務自由的這條路上面呢 100萬是一個很基本的門檻 當你存到這筆錢之後呢 利用負利 讓他在市場上面幫你錢滾錢 利滾利 這是一個很基礎的一個概念 如果你不知道的 可以去看看寶可夢之前寫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我做的影片拍攝 那在這邊就不再贅述 那我們先以小資組的人生第一個目標 就是第一筒錢100萬來算的話呢 當你好不容易存到100萬 你還沒有決定要開始進行投資之前 這筆錢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你的回饋的效益是最高的 你總不會就是剛好開著這個戶頭 就只放在這邊吧 那剛剛已經算過了 100萬放在這邊的話 50萬以內0.01% 然後50萬到100萬的這個金錢呢 1.2% 超過100萬0.01% 好就是這麼的不親民 那你錢真的要放這裡嗎 其實還是有一些選擇啦 比如說第一個 你與其被這家銀行綁住 那你不如把錢直接放Banky好了 Banky就是5萬塊可以2.6% 那麼剩下的95萬以上 全部都是0.6% 怎麼算都比這個戶頭還要划算 對不對 那他現在因為沒有什麼舊團活動 所以你有興趣 你就是跟別人的團 或是跟我的團 都可以 沒有差 你只要符合他的遊戲規則 可以拿到5萬塊以內2.6%就好了 那剩下的錢 95萬以上 你要放950萬 9500萬 9億5000萬 通通都是0.6% 所以 這個Banky這個戶頭 他的優勢就是 當你存超過100萬以上的時候 他的高利活存的利率 就已經完全超過 超過這個HSBC的匯豐理財萬能戶了 你就會知道 這個戶頭 看起來 雖然說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吸引人 但是事實上他的優惠利率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因為他有一個0.6% 無上限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不想要把錢放入 那個所謂的股票市場 或者是其他的基金交易 那麼你可以單單純純的放Banky 是不是也是一個很簡單很無腦的選擇 所以說他的這個利率只有0.6% 其實連每年2%的通貨膨脹都抗拒不了 你的錢如果單純只放銀行戶頭 只會越來越薄 這倒是一個真正的現實 那另外一個 我要再教你另外一個方式 如果你分50萬跟50萬兩個戶頭來放 你是不是有更好的選擇呢 很簡單 永豐大戶先放50萬 有1.18%高利活存 第二個放上海銀行的Cloudbank 50萬以內 一樣是1.2%高利活存 這兩個戶頭都是活動持續到年底 然後你可以在年底的時候再來看看 這兩家銀行的優惠利率是不是有在延續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所以不見得會縮水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銀行要加入戰局 包括純網銀也是 所以你倒是不用擔心 所以如果你有100萬 我建議你分成兩筆 1筆50放永豐大戶 另外1筆50放Cloudbank 這樣子的話你的平均優惠利率 大概是來到了1.15 那這個優惠利率其實也都是比這個 只放匯豐萬能戶的這個0.6% 還要高上不少 所以聰明的人都知道要怎麼做 在這邊就是提示你喜歡就自己去申請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有沒有這個 所謂的上車優惠 你可以在9月15號之後來關注我的平台 我在這邊就會跟大家做公佈 就是這樣子 那第三個要來跟大家聊的是說 到底什麼是好的數位賬戶 因為這個好的數位賬戶一定是要滿足我們真正消費者真正的痛點 如果你沒有解決消費者真正的痛點 那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戶頭 他就是一個銀行自爽的戶頭啊 他們就是覺得說 欸我就算推出了很爛的優惠 只要會打廣告會操作行銷 那麼就會有人來開戶就會有人來辦卡 就是這個樣子嗎 我覺得這樣子不對吧 因為你沒有解決消費者的痛點 大家不買單 那他就是一個失敗的產品 到底有多少的金融產品推出市場之後 不受市場青睞 慢慢的就是退出了這個所謂的金融歷史的舞台 真的不少啊 但是呢 我們應該要加速這個行程 就是說讓這個市場能夠更透明化 更直接了當的讓大家知道 這到底是一個好的產品還是一個垃圾產品 好不好 你應該要有一個 有一個人可以講這些話 講正話 而不會被這個所謂的廣告給洗腦 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你來想想這個問題 我想要存錢無腦想高利 HSPZ萬能戶有給我這樣子的 滿足我這樣的痛點嗎 其實沒有吧 因為你要去想 如果你好不容易準備50萬你放進去 那他可是沒有利率欸 0.01% 這算起來真的沒多少錢欸 對啊 這利率是被趴在地上在跑了 你50萬你放這邊 你覺得你覺得OK嗎 所以我覺得 這不會是一個 你50萬想要放高利活儲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你有這個 永鋒大戶 或者是上癮cloudbank的選擇 都其實比這個都還要高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想要投資業績股 我想要有低手續費 萬能戶他有給你嗎 你想想看 他的低效0.5% 然後 50美金 好 這個部分他這個門檻 我個人覺得都還蠻低的欸 這個門檻都還蠻高的 就是 給你的這個 又會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你要想想看 為什麼美國券商他們願意給很多的消費者 就是 開戶不用錢嘛 然後再來你也不用有低銷 你進去 你錢進去之後 你的任何的美股 或者是任何的ETF交易 通通都是全免手續費 那為什麼 外國可以做到台灣做不到呢 這很明顯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既得利益者的市場 也就是說 銀行是靠這個賺錢的 所以他的優惠利率永遠都是這麼高 那你現在想想看 有沒有可能 我們知道了國外的優惠這麼好 那麼 我們可以起到一點改變的作用 把一些這個相關的資訊 對待進來台灣 比如說像綠角大大都一直在分享這樣子的概念 雖然說 我們現在是擋到了人家賺錢的路 但是 如果能夠促成金融上的改變 這不是也是美式一樁嗎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人去在乎 這個所謂的美股投資 或是美股ETF的交易 那有沒有可能 有國內的銀行願意從上如流 把一些手續費降到更低 能夠讓我們的投資門檻更低呢 這是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討論的一點 也就是說我在試著利用我的影響力 拍攝影片或者是寫文章 或是在FB上面分享 能夠起了這個所謂的改變的作用 能夠讓HSBC去知道說 這不是消費者要的 那麼就有可能促成我們國內金融業的改變 好不好 就是不是永遠都是哪一些刺激的商品 來為我們的消費者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很不OK 好來 同樣的金融服務 其他銀行如果可以提供更好的 為什麼HSBC的匯豐萬能戶做不到呢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嘛 因為它打的可能是一個資訊落差的戰爭 就是說 你可能不知道其他的銀行在玩什麼 但是它的廣告打到你了 你覺得不錯 你就開戶 你就去使用它的服務 但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有其他更好的服務在旁邊等著你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藉由我的黑心銀行系列 能夠讓更多的消費者去知道說 這不是一個最OK的產品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產品權益再升級 短期內可能不可能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呢 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讓他們有所警惕 不要推出爛產品來呼動消費者 因為這個是很糟糕的 好不好 那最後的話呢 來跟大家聊一下這個金句 今天的金句是什麼呢 萬能萬能萬萬不能 就是小資族請你想清楚再開戶 如果你真的用得到它那些優惠 而且你確定可以回本 那當然你就去開 不過呢 我還是要講 它絕對不會是市場中萬中選一的好賬戶 因為它有太多太多的美港 太多太多的陷阱在裡面呢 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話呢 傻傻的存錢 你沒有辦法拿到利息 這些全部都是騙人的 好不好 你特別去注意 就算得罪銀行我也要講真話 就算很多很多的這個 dislike 不喜歡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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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按這個不好的這個部分 我還是不管 這該講的就是要去講 它這個產品不好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就是民眾有覺醒 那麼銀行它接下來就會推出更好的產品 是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我也還是要特別去講就是 為什麼匯豐要在這個時候推出這個產品 非常的明確的我們都知道 在下個月開始 純網銀大戰即將開跑了 2020年年底之前 三家純網銀都要進行上線了 也就是說像mybank 將來銀行 然後還有這個樂天銀行 他們都要上線了 所以這些傳統銀行都會開始非常緊張了 他們會很希望把一些自家的客戶留在身邊 或者是不要流失太多年輕的客群 所以他們會主打這所謂的數位賬戶 用數位賬戶的一些優勢來吸引別人 那他們當然想要求新求變 只是說他們中間又在這個條文裡面 又做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讓你以為好像單純的存錢就可以拿到這些好康 但其實不是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令人生厭的這個所謂的陷阱在裡面 所以我真的覺得一定要拍一支影片跟大家講清楚 如果你還真的執意要去開戶的話 那我沒話講 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了有這麼多 這麼多不OK的東西藏在裡面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來改變這個所謂的台灣金融產業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立馬訂閱寶可夢的頻道 而且按讚 然後把這個資訊分享給你身邊的情友 對於這些即將要被洗腦的人 都要有一個覺醒的認知 不要被騙了 這個就是我們黑心銀行要很直接跟大家講的 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只要去開戶了 就趁了他們的心好不好 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產品 不要上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